郭文贵 文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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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 工业园机械所老所长 还有达名机器人黄银院长 还有所罗门陈董事长 还有我们群联的潘执行长 还有我们工业园的吴副处长 还有各位在场的贵宾 大家午安 非常好 非常欢迎参加 今天的这个 Generated AI这部份的 研讨会 那在这个 会议这个研讨会之前 刚才有一位 天下的一个记者 在问我 就是说问我有关这方面的 就是市场这部分 我很坦白地跟各位讲一下 我今天来我也是学生 我是来听的 因为我本身 我们大预为系统这部分 我们是做这个精密零组件 精密零组件 那我最 惊讶就是尤其是最近 大概半年前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 是世界机器人 这个联盟的这个会员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半年前 公布了 就是机器人联盟 他们所有这个专家 挑选出一家 就是 就是最创新的这个机器人 这个整合这个公司 这家公司呢 是在新英格兰 他们是说用AI 用在路径规划这部分 他们用在汽车厂里面 他们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复杂 可以把这个写程式啊 各方面来讲 可以大幅降低 就是说系统整合时间 还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他们用AI 可以让这复杂的这个汽车焊接 这个东西 可以大幅降低他的工作这个时间 这是非常非常 呃 只是在网站上面都有秀 真是非常让人家惊艳 那为什么我是说 我是今天来学习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的会员 尤其是我这两天 我参加那个 陈董事长 索隆门 陈董事长 还有那个达民机器人 像昨天的这个研讨会里面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说 哇 这个AI这个部分的话 在智慧制造有那么多的 那么多那么多的这个 就是应用 还有它的潜力所在 那我想我们呢 最近这部分的话 我们也都听到NVIDIA 或是很多很多AI这方面的相关议题 可是呢 我以从产业界来讲的话 我昨天也提到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这些落地的应用这部分 而最关键的这部分的话 是我们智慧制造 还有在机器人 这方面的应用领域 因为这牵涉到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各的竞争力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我们很高兴呢 我们有请到这方面的这个专家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 AI视觉 在索隆门 等一下陈董事长会介绍 那还有个部分的话就是 那AI伺服器 尤其是在群联 等一下潘 这个执行长会介绍他们这方面的进展 还有很重要 我想也是在 这一层楼 那个达民机器人 那个 黄营院长 他们也介绍 在协作型机器人 跟AI这方面的观念性 那我今天是 我刚才提到 我是一个 完全不懂 可是我知道这个潜力 在我家里面 这是真的 在我家里面 我的太太 我的女儿 已经 在用 那个 或是这部分 用做来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我还是那种 非常坚持 没有在用的人 那我希望 这个部分的话 我回去了 从这个研讨会以后 我回去了 我自己也要改变 我发现 我是最 现在都还没有改变的人 那我也期许各位贵宾 今天听过这些专家 这个部分的话 收获满满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